為了令球員獲得更多球場以外的知識 太陽飛馬教育及進修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就是與英國文化協會合辦英語課程 作為職業足球員 他們大部分工作時間都在球場上度過 而能夠為他們度身訂造不同內容的英語課程 對於現時或未來發展都會很有幫助 其實早前已經公布了 我們會安排給球員增值計劃 包括讀不同課程 這次是英文特別在這個課程中安排的 例如足球的術語和溝通的情況 或者出去吃飯的情況 這些都是日常相關 但最重要的是這次是足球術語為主 可能球員踢了這麼多年球 其實在英文的術語上有甚麼分別呢 即是跟我們日常講廣東話 我想在這方面會帶給球員一些不錯的知識 我想他們也有興趣聽聽 原來在足球上相關的術語究竟是怎樣的 英語是重要的 世界語言 在任何任何專業 尤其是專業的球員 更多的球員 英語課程為期是四個月 一共分十二節 每節就是個半小時 而科證的內容 主要是圍繞球員工作和生活範疇中 所接觸的英語 對於球員來說自然就是獲益良多 先提升我的英文水平 令到可以跟隊友溝通更加順利 不用那麼多的手語 因為可能平時在球場上用的英文 都會在這裡學到 因為都想不到可能每個位置都有很多不同的英文 例如前鋒多人都分了幾個 今天會終於見識到 球員出席率超過75% 就會獲得英國文化協會頒發的證書 希望他們都能夠學有所成